月球和火星上有没有石油? 石油是不是地球独有的物质?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一直待在地球上 总有一天,人类会进入浩瀚的星辰大海 而人类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在太阳系的其他星球上定居 首先的星球当然就是月球和火星 由于路途遥远,人类在其他星球上的居住点 不可能完全依赖地球的供给 更多的物质应该从本星球来获取 我们知道,石油被人们称之为工业的血液 对人类的现代文明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可以说,当未来的人类在月球和火星上定居的时候 最期待的事情应该就是在星球上发现石油 然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人类只知道地球上存在石油 那么问题就来了 在太阳系中,石油是不是地球独有的物质? 月球和火星上有没有石油呢? 因为我们暂时还不能到月球和火星上进行实地勘测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只能根据石油的形成机制来进行推测 关于石油的形成,目前主要有生成油论和非生成油论这两种理论 相对来讲,人们对前者的认同度较高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 生成油论 该理论认为,石油来自于生物遗骸的沉积 在远古地球上的海洋、湖泊等区域中 生活着大量的浮游生物、藻类以及动植物 它们留下的遗骸会不停地在底部沉积 并与泥沙等物质混合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的沉积物不断地在上方形成 而旧的沉积物则会持续下沉 周围的温度和压强也会越来越高 当达到一定的程度时 生物遗骸中的有机物质 就会转化成一种被称为干烙根的物质 随着沉降过程的持续 温度和压强也会进一步升高 在合适的温度下 干烙根就会发生热解 并释放出大量的碳氢化合物 其中,液态的物质就是石油 气态的物质则是天然气 非生物成油论 该理论认为 在地球内部存在着大量的金属碳化物 如碳化铁 这些物质是地球与生俱来的 它们可以是来自宇宙的物质 也可以是在地球形成之初的 高温溶融物质中生成 地球表面的水沿着地壳的缝隙 渗透到高温高压的地球深处时 就会与金属碳化物发生反应 并形成大量的碳氢化合物 反应过程可简单描述为 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中 金属碳化物与水反应后 生成金属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 由于密度的原因 碳氢化合物会不断地向上渗透 随着温度和压强的降低 它们就会在地壳的浅层 形成石油和天然气 月球和火星上有没有石油呢 根据科学界的主流观点 月球形成于大约45亿年前的一次撞击事件 在该事件中 一颗被称为特伊亚的行星 撞击了早期的地球 月球则是由此次撞击产生的大量碎片凝聚而成 而火星则是与地球一起形成于太阳系诞生之初的 圆形星盘 其形成机制与地球大同小异 尽管月球和火星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 但它们的物质组成却与地球基本一致 相关研究表明 月球和火星在早期同样存在着炙热的内核 以及活跃的地质活动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两颗星球都具备非生物成油论中的条件 因此 以非生物成油论来讲 月球和火星都可能存在石油 如果从生物成油论来讲 月球上就不可能有石油了 因为从月球形成开始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存在过孕育生命的自然条件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 早期月球上可能存在过大气层和液态水 但是科学界普遍认为 由于这段时间太过于短暂 月球是不可能孕育出生命的 不过火星就不一样了 长久以来 这颗红色的行星一直是人类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过去的日子里 人类已经向火星发射了很多探测器 而火星探测器观测到的种种迹象表明 远古时期的火星 很可能像地球一样拥有浓密的大气 辽阔的海洋 以及适宜的温度 并且持续了大约七亿年的时间 正因如此 科学家普遍对火星上存在过生命这一观点 持有乐观的态度 甚至还有人认为 即使是现在的火星上 依然存在着生命力顽强的微生物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出 在远古火星的海洋中 生活着大量简单生物 它们一代接一代的繁衍生息 一还不停地在海洋的底部沉积 随着时间的流逝 有机物逐渐转化成干烙根 一切都和地球上发生过的基本一样 直到某一天 火星上的自然环境不再宜居 综上所述 月球具备了非生物乘油论的条件 而火星则很可能同时具备了上述两种理论的条件 因此可以说 石油很可能并不是地球独有的物质 当然了 这只是一种合理的猜测 具体怎么样 还有待人类的进一步探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